大家好,下面又来开箱了 现在看节目的人也是慢慢多了起来 小伙伴就私信我制作的题材能不能广一些 比如呼声最高的加冰骑士啦 冰人啦,火影海贼王都弄 那么经过我们的席心挑选 带来了这款MegaHouse的POP系列 旗袍战存版韩国客 也就是女帝啦 MegaHouse目前的产品主要是一些 民工曼和童年回忆为主 像是火影海贼王数码宝贝等等 而在幻元角色的同时 也会加点料在里面 七分还原三分情色 出来的产品呢让人购买于十足 今天这款手办对于看过海贼王剧场版的小伙伴 应该都不陌生 动画中女帝本来就是拥有甜甜果实的能力 加上一个战损的形象 也让战斗力加倍 福利必然是少不了了 当然他们也不乏一些其他纪念作品 比如冲人野穷泳装手办 竟然还出过魔戒天使的吉普利亚 好孩子千万不要搜索 那么赶紧进入正题 这个女帝的包装怎么说呢 挺喜庆的 又是光斑啊又是烟花的 显得年纹十足 只是从包装的材质上来看 还是有点简陋 纸刻的条纹纹理很是明显 正面的透明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产品 对面呢就是一些产品的实拍了 色气满满的 总理来说 包装上没有特别的下心思 希望产品能有个较高的品质 打开 这个呢也没有什么配件 一个本体一个底台 小根上去就可以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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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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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回事 这是我游戏以来最艰难的 其实还是挺好装的 我刚刚的方法有点不太对 这样子 好了 这就安装完毕了 那在手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这个衣服呢是软胶材质的 向上或者是向下 就是浮力了 这个里面呢也是有细节刻画的 官方很会玩哦 本款手版高度为23厘米左右 应该是1比8的比例 造型是出自15周连剧场版中的形象 这个剧场版本身并没有特别火 反而是女帝大人这身旗袍造型掀起了一股热潮 尤其和沃尔德海贼团传一对战时 被中药毒打中后的狼狈造型 更是让它显得褚褚动人 动画中传一为了限制其行动 腐蚀掉了部分外衣 美其名曰让女帝害羞的无法实施全部实力 但其实就是为了服务观众嘛 你们两个都是妹子 还害羞个什么劲啊 这款女帝的造型和动画中 半遮半眼的害羞姿态还是有所区别 采用了一个相当大胆和诱惑的姿势 如此坦然自若毫不在意的样子 反而是让观众更加害羞吧 Megahorse在荒尤角色的时候 还是喜欢在圆形上加点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饲料 也就造就了这些角色一个比一个诱人 从侧面裸露的大腿至臀部的肌肤上来看 女帝旗袍下面似乎是真空的 这个呢也是动画的一个谜 就是女帝群体到底是不是真空的 借着手办嘛 下面会让大家一个真相 答案就是 当然是有串的了 而且是电镀红色的C字裤啊 这个穿着也是相当大胆呢 韦天荣一达老师小时候 深受迪斯尼系列和龙珠等作品的影响 所以画风上也是尤为独特 这篇叫起了海贼王这部作品中 人物极其夸张的比例 这款手办在身形的素材上也是一样长腿西腰 腰身竟然比大腿还要线 手臂也是一样过于纤细了 整体看起来不太协调 当然 这些都是为了还原原作中的样子 比起其他迷宫们 海贼王画风真的是很零雷的 而这个造型 小腿出的扭曲就有些不太自然 夸张的样子 有种骨折前一瞬间的错觉 夸张也要适度嘛 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 女帝也是老师最下心血化的角色 数着击发式发型 深蓝色的眼眸 带着一堆蛇星耳环 身材高挑 这些在手办上都一一得以在线 当然还有极其夸张的胸部塑造 比较起来还真的是凶大龙浪 而最深旗袍则是采用一层薄薄软胶材质 填附在身体上的工艺 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层次 方便上色制作 还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可多 再仔细研究后发现 除了下面之前提到的部分 这一几处起跑的接口 似乎还可以实现其他部分的强托 这也算是非官方的福利吧 一台主体为金色正八面型 上面响起了一块MABS材质的红色透明件 营造了一种伪电路的效果 文字以及图案则采用了浮雕式处理 在地台的手机上还是显得很高级的 Megahouse作为一个手办厂 在品控上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水准的 大部分产品都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偶尔也会有几个让人很惊艳的作品 当然也是会有来扔的东西 比如这个大猩猩的大地很是有险害 今天这款女帝整体挺致都还不错 细节做工你而满意 除了坏人物之外 还有许多色气在里面 尤其是隐藏可脱的设计 也是被玩家惊惊乐道 我们预定的后续 尽管产品有时间也会拿出来分享一波 缺点就是身形过于夸张 小腿弯曲过于明显 辅索音有几处颜色太深 有些死板 细起出来 Megahouse好像有不少的非力士 以女王之人为代表的持物 很多都是上下可脱的 所以上后有很多产品 依然保留着不少料 女帝可以强多的设计 可能是后遗症 当然 就产品定位来说 虾蜜蜜我还是觉得很厉害的 毕竟 当年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的 现在都是有故事的人了 不这样或者那样的话 怎么可能会有个满意吗 好啦 那么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大魔王小虾蜜蜜交流 喜欢的话 千万千万要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